蔡委員好 蔡委員好 剛剛藝美的老總高志明先生 他說外交部既然對他的出席有那麼多的困擾 未來他將不出席外交部所辦的國宴 蔡委員報告其實沒有困擾 其實我是很誠心的 跟高志明總經理表示歉意 我覺得外交部做錯了 外交部做不好做錯了 怠慢客人 我們就私裡了 就當說不好意思就好了 然後想那麼多的理由 還要汙蔑人家 我沒有任何汙蔑人家的意思 然後還說人家高老總是自己走錯桌 我覺得外交部真的是不知緩醒 我想委員不是這樣子 我很誠心的跟高總經理表示抱歉 今天高老總會有這樣情緒性的講話 對 他是一個台灣食品的良心 人家參加外交部的國宴 是抱著滿心歡喜 蔡委員我對他非常的尊重 國家做喜事的心情去參加 結果 怠慢了人家 冷落了高老總 人家在臉書上發牢騷幾句 也順便提醒外交部 奔緊神經 還要接受你們事後的抹黑 為了你們要自圓其說 自我感覺良好 我沒有什麼自圓其說 我覺得委員這樣講不對 不公平 對外交部的同仁不公平 第一個我絕對沒有任何汙蔑他的意思 我跟他表示道歉 我也說我們有舒服的地方 我們願意來改善 事實上我還請我們禮賓處的處長 特別到議美去跟他當面的 沒有碰到他有跟他的經理講 事實上這兩天我們也有跟他辦公室聯絡 事實上當天 高老總他是自我嘲諷 自我調侃 憂自己一夢 然後就接受到外交部事後 白斑的 完全沒有 掩飾這個過失 然後再合理化自己的立場 所講的這些話 對高老總還是一個傷害 我跟委員報告 外交部絕對沒有任何的掩飾 我們需要把事實來做一個說明 但是我們非常鄭重的跟高總經理表示道歉 剛剛高老總正式接受記者訪問說 如果他的參加會造成外交部那麼多困擾 他未來不再參加外交部 其實沒有任何的困擾 我們覺得他是我們的貴賓 所以招待不周的地方 我真的向他表示抱歉 我還是希望這個事件趕快落幕 我還是希望這個事件趕快落幕 部長你就再跟高老總道個歉就好了 拍寫就好了嘛 我已經跟他道歉好幾次 我不曉得你還要我怎麼跟他道歉 不是啦 我說剛剛嘛 就剛剛高老總他接受記者訪問 他講這麼情緒的話 讓我們覺得很難過 一個國家的外交國務員 扮成這個樣子 有那麼多的負面消息 我跟委員報告 我沒有對高老總說過任何不禮貌的話 我也沒有做過任何的動作 我在這裡可以跟你做這樣的一個保證 所以我向他誠心地表示道歉 我也向他說 我們有任何招呼不周的地方 我們願意來改善 確實是有招呼不周 我們就失禮了嘛 然後就抱歉 高老總真的很抱歉 而且真的在他的網站上 他的臉書上 他是自我調侃 而且是對外交部的勉勵 我們都了解 我們都了解 所以我已經跟委員講得非常清楚 我絕對沒有做過任何的動作 希望能夠 我希望高老總能夠了解 結果外交部後來的這些處理 然後放話給媒體 說他其實不是一個人 其實他旁邊哪有人 他自己做錯桌 我跟委員報告 我跟委員報告 就是外交部絕對沒有放任何的話 可是當天晚上的情形 我想如果您 因為很多人參加 事實上當天晚上是全程被媒體開放的 故意開談話性節目 還把這個事件拿來談話來打擊人家 沒有 蔡委員 我已經跟你講了 外交部絕對沒有做任何的動作 因為全程是對媒體開放的 所有的資訊都是公開的 其實外交部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我不會做任何的動作 不做錯桌 我們外交部都有檢討的空間 有檢討 我們對高老總就是拍謝 沒錯 這個我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這事實上就是我在做的 我可以跟委員做這樣的保證 另外 我們民進黨的婦女部主任林靜儀 在三月中到紐約參加這個聯合國的婦女地位委員會 這個是屬於聯合國非政府組織的一個周邊的會議 結果他居然在犯工作證的時候 被告知說台灣復兆是不行 我覺得這個事態非常非常的嚴重 而且聯合國把它定為是聯合國的政策 我覺得這個非常嚴重 我想知道嚴重的地方在哪裡嗎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個事情不是從今天開始 這個事實上已經蠻多年了 但我們是希望盡量去溝通 盡量去解決 我跟委員保證 這個事情 如果林靜儀是因為拿中華民國的護照 然後不准參加聯合國的 非政府的周邊會議的話 那等於是全盤否定我們的國格跟主權 我想也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聯合國事實上我們確實 因為它不是用國家的名利去參加 因為它不是用國家的名利去參加 我們確實遭遇到很多的困難 但是我們希望盡量去克服 像我們在日內瓦的部分就是這樣子 像我們參加世界衛生大會 就是透過一個安排 你在你的這個實證報告裡面說 我們的護照多好用 有140個國家走到哪裡 我想這個是一個事實 我想這個事實 每個人都可以接受 但是居然我國的公民 不能用中華民國的護照 參加聯合國組織外的會議 周邊會議都不行 它不是用國家 我一再強調 它不是用國家的名利去參加 這個跟它在WHO 世界衛生組織 因為我們是用國家地區的名字去參加 不同喔 它是用公民的身份 連公民的身份都被否決的話 不是 這個是因為要 因為要申請那個入場證 要進入聯合國的總部 那因為我們現在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所以這個事實上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它是被人家這個主辦單位 這個CSW邀請去的貴賓 這個邀請的貴賓 它不是用國家別來邀請 我了解 它是用它的身份 這個基本上是聯合國總部 進入場的一些相關的規定 這個規定 事實上已經有蠻多年了 事實上我們需要來做一些克服 這個是國格跟主權的期限 沒有 我們過去 我跟委員 市態嚴重啊 不會 我跟委員報告 其實過去我們有一些解決的方式 就是用我們的身份證 或者用我們的健保 用我們的駕照 配合我們的護照 是有一些安排 那我覺得這一次是有一點誤會 那這一次 林靜宜 為什麼不能拿著他的駕照 或者拿著他的健保卡 很像他都沒有戴 他只有戴護照 我的了解是這樣子 我認為如果說全盤否定我們的 不會否定 我想我跟委員報告 也就是我們所面臨的外交途徑 不是從今天開始 他如果用國家跟地區去參加 被他們因為政策的原因去拒絕 這個還請留客人 其實不是這個原因 我想 不是這個原因 就是聯合國總部 他們非常的僵化 就是入場的規定 我想這個基本上 這個情況 事實上已經延續了很多年 那我們希望能夠來克服 外交部應該向聯合國抗議 你可以否定我們 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對 但是你不能否定我們的公民 這個是 就是聯合國入場的部分 我也可以提供一些資訊 給委員參考 那其實美國方面 美國方面事實上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 有持續的有 替我們向聯合國發聲 這個是歧視 這個是歧視 我同意 我一樣跟委員一樣 我也非常的不滿 是在反對婦女歧視 在反對性別歧視 結果居然是 中華民國的主權被歧視 我同意委員的看法 不過這個是聯合國總部 這個入場 這個單一的 外交不要抗議嘛 你不能 不能逆來順受 變成未來不可逆的事實 不會 不會 這個我們會持續的溝通 持續的去協商 持續的表達我們的意見 你有沒有 正式信函去跟他抗議呢 我們事實上有透過美方 在做處理 我們自己就要跟他抗議 不要逆來順受 不會 我想這個案子 已經事實上了很多年 我想 我們都是透過友邦 也透過美方 事實上都有在做同樣的動作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有台灣人 一家三口 從倫敦揮到我們的聖克里斯多福 邦交國 結果在入境的時候 拿著中華民國沒有新版 打上台灣護照的那個 OOC的護照 居然被聖國的海關拒絕入境 他說你們這個中國是需要簽證 才能夠入境 他說我是台灣啊 他說沒有啊 你的護照是OOC啊 聖國的海關居然不知道 OOC是我們中華民國 因為我們現在的護照有兩個版 因為新版的護照都有台灣 他拿著舊版的 舊版的護照 居然被海關拒絕 可是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有大使館在 其實只要我們大使館的同仁出面 這個問題就可以解決 我們這三位鄉親指著 海關機場的國旗 那裡有我們中華民國的國旗說 那個就是我們的國旗 他只要說明就沒問題 居然說那個是台灣的國旗 不是OOC的國旗 你就可以知道嘛 你這個OOC跟POC 海關的人根本就分不清楚 我想全世界這麼多人 要每個人都清楚 當然不容易 可是我們會持續的去溝通 我覺得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 我們是危機網站公佈 全世界第16大的軍事強國 我們是全世界貿易第15大國家 台灣那麼小啊 你那麼妄自悔薄啊 我沒有這個意思 我覺得這個就是我們所面臨的環境 我們更需要的人能夠來加強 其實聖國對我們是一個友好的國家 還是我們的友邦國家 對我們相當友好 我們還在那邊建公路 我們還在那邊幫他們修理 板球的那個球場 做了那麼多事情 結果他們海關不知道OOC就是台灣 這個需要來做一點說明 他們是知道台灣是一個國家 他們不知道OOC 他們知道中華民國 他們說你的護照是Chinese Chinese跟China有什麼不同 他搞不清楚 我想這個是單一的事情 就是說那個海關的官員可能不了解 我想經過說明他就會了解 我是說我們的護照 台灣的護照你說140國很好用 但是老實說 辛酸的地方也很多 委員辛酸的地方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想這麼多年來 大家努力的目標就是這樣子 我現在就在跟你努力說 我們一定要大聲的每一年要去加入聯合國 要透過我們的友邦幫我們講話 我們相關的還是持續 人家越知道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想對中華民國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會持續的來努力 我個人是感同身受 我跟委員的想法是一樣 居然被人家說你這個護照是不承認的 而且不能換工作證 聯合國總部的事情確實是蠻多年的 我想這個是 這個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我們會持續的來加強 如果今天是否決我們的國家 因為我們不是聯合國的會員國 這個我可以理解 但是他否決的是我們的公民 這個是我們一個共同努力的目標 我想不管是聯合國也好 或者其他的國際組織也好 就是說我們在國格主權 絕對不能逆來順受 你逆來順受 未來在國際上會形成一個不可逆 這個不可逆 即使未來的政府在做多的努力 都是事倍功半 我們絕對不會逆來順受 就能做的部分 我們會全力的來推動 另外今年ICAO 我們參不參加 參不參加 事實上它那個Assembly 它是三年一次 那今年我們是事實上有兩個重點 我們參不參加 今年的國際民航組織參不參加 我們會有一些機制 我們會參加 剛才我也特別提到 一個就是亞太地區的民航首長 一個就是Secure Portal 我們有在聯絡 你主任那個不愉快 不要在ICAO再被複製 然後再被矮化台灣 不是在世界衛生大會 其實五月份馬上就會舉行 事實上我們跟匯方都有名 世界衛生大會 我們做觀察員 這個已經有進行的安排 拿一個能板登記那邊旁聽五天 也不是不是 我們跟其他的觀察員一樣 我想同樣的一個安排 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ICAO 今年由中國的民航專家 柳芳出任秘書長 了解 你知道嗎 了解 柳芳會讓台灣好臉事看嗎 柳芳會讓台灣有尊嚴的進入ICAO嗎 會嗎 這個我們還會來做努力 我看是不會 我們會透過各方面來做適當的安排 對台灣的主權的打壓 一向嘴臉都一樣 所以我希望部長 在ICAO的時候 我們要力爭我們出席的權力 也要有尊嚴的 堂堂正正的用台灣走入ICAO 一定的 我想這個是我們大家 共同努力的一個目標 我們會持續的來進行 所以我說今年的形勢更險峻 因為柳芳當的秘書長 我認為他在主權上 會給台灣穿小鞋 所以請 我們會非常地注意 請部長一定要有尊嚴的 確保台灣的主權 是 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的走進ICAO的會議廳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我們會來努力 我們會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請 張啟程委員